台大A院命要部,台湾封城秘妙学会,万新一。 应该慢慢注意这个问题。 其实以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大概可以分三个地方来看。 其实一个就是pation related,就是说病人有些觉得他老化,所以他觉得他得到有信心忽然障碍,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其实是这个health care provider 的这个部分。 大部分其实很多都是说,我其实没有经过这方面的training。 第二个就是说,他认为说我的门者已经够忙了,所以没什么时间可以看那边的妇女的性功能障碍。 那还有很多的原因是,其实他们要content的在治疗这一块。 那其实这跟旧理,其实都跟这个knowledge 其实是有关系。 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其实现在好像有些性功能障碍,并没有一个什么可以做的。 那其实现在这个也未必,因为现在慢慢有一些妖怪是可以available。 那再来就是sexual problem 刚刚讲,可能是跟年纪有关。 这个是正确的,可是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是可以改正他的情况。 那所以不仅然是跟年纪有关。 那再来就是说sexual 可能只是一个重要的 priority。 但是在美国的,他们其实在分析,就是说一个女性的健康,什么叫健康? 其实包括你的工作、用力、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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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当然有六个面向。 其实可以发现,几乎多多少少都跟这个女性的sexual dysfunction 是有的。 sexual dysfunction 满不满意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 topic 。 其实那我今天在讲,因为大家会希望我们大概讲这个三个 topic 。 主要是一个 classification 跟 etiology 。 那还有治疗室。 那大概还有一个是,到底现在有一个 intundational treatment guideline 。 那其实在这个部分,即便到它的 classification 到2013年,也才在做改版。 所以其实很多这方面的所谓的 intundational treatment guideline 。 其实目前并没有真正的能够 available。 那一个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在目前的 female social dysfunction 。 其实最 common 的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讲的 HSDP。 就是这个 hyperactive social design disorder。 那其实它的主要的特征其实就是 decreased individual 。 就是信誉的降低, individual 降低。 那如果依照 ISS 的你的报告,其实大概 10% 是符合这个女性,是符合这个 HSDP 的这个诊断。 那它主要会影响到父女朋友的这个健康,跟 partner 之间的 relationship 。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所谓的这个 female sexual dysfunction 的定义,把它放宽到甚至于说,你对 sexual 的这个 satisfaction rate 不好的时候,也都算进去。 因为其实大概有将近 43% 的妇女朋友,其实她是有 female social dysfunction 。 那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说,female social dysfunction 。 事实上是随着年龄越来越高,越来越多。 但是到了 60 岁以上的时候,其实大家妇女朋友就不把这个认为是一个问题。 她就认为,不需要,年纪大,不需要。 但事实上是不是真的这样,其实是可以改善的。 这个是在 2005 的分析。 那就是说这个 preface 在女性里面,其实可以大概可以看,主要还是在这个 Bizarre, Aroso 跟 Augustine 这三个面相的问题最多。 那尤其是在 50 到 59 岁的时候,大概是大概可以将近到达 14 、 13 %, 那整个来讲,大概将近 17% 的病是有这个问题。 那可以看到年龄越来越多。 那当然这个就跟女妇女朋友的 mental post 。 情境有关,因为荷能不够。 那但是到了 60 岁以上,其实又慢慢的减少。 因为这是统计,是她这个 distress 的问题。 那事实上就可以发现说,年纪大,大家就认为,好,不需要。 所以这也就不会变成我 distress 的问题。 所以相对就减少。 那其实我们讲说什么叫做 loss of libido 或是 hsdd。 那其实 libido 基本上就是一个,一个人的 sexual drive,或是他的 desire for sex。 那基本上这个跟 hsdd 其实它就是一个 heterosexual desire disorder。 那其实讲的就是说,她缺少兴趣,或是说没有 sexual activity 的 desire。 那当然,她在 symptoms 上,其实就会有 physical sound 的问题。 比如说阴道比较干,她来的时候会比较不舒服。 那还有一个就是 emotional sound,当然她就会没有 sexual desire, 或者是说她会觉得 fatigue 或是 frustration, 在工作的表现上也会不好。 那当然她的形成的原因,当然一个是 physical 的原因, 或者是 psychological 的问题,或是 relationship 的关系。 那基本上当然,其实很大的疑问是跟号码是有关系的。 尤其是女性朋友大概到 40 岁以上的时候, 开始这个 estrogen pressure 慢慢都会降低。 那这就造成了这个女性朋友在 female sexual disorder 上, 随着年纪越来越高。 那其实我们在 classification 的时候, 其实从 ICD-10 在 1990 开始, 到现在的 DSM-5, 2013 年。 其实在过去中间,女性的性功能障碍, 其实可以分到九个大类。 那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有些部分其实很 overlap。 所以后来在 DSM-5 的时候, 其实她就把它归于两大类。 一个就是 combine 了 desire 跟 arousal disorder, 所以她把一些像 avulsion 的 disorder, 或是 hyposexial desire 刚讲到最多的女性的性功能障碍, 都把它归类到 female sexual interest 或是 arousal disorder, 另外再加上一个 orgasm disorder, 另外一大类就是 sexual pain disorder, 所以她就把 dyspareunia, 或是 vaginismus, 或是 non-coital pain, 归于到 genital pelvic pain, 或是 penetration disorder, 大概就分为这两大类三个项目, 来做一个 classification。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所谓的 sexual arousal disorder, 或是 orgasmative disorder, 或是 sexual pain disorder, 其实都跟这个 hyposexial desire 很有关系。 那怎么说? 你觉得如果我把这个 HSTD 治疗好了, 其实这三个的 sexual dysfunction 也会改善, 或者说我这三个 disorder 有改善, 她的 HSTD 也会改善, 所以这是互相影响。 那其实我们现在看说, 到底我们现在不管是负载跟病尿病师, 到底你是不是已经 ready, 来准备迎接这个 female sexual dysfunction 这个领域?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在美国或英国, 其实可以发现, 很多病人是,很多医生, 它是 unsure the therapeutic option, 大概将近大概有差不多四成, 大概四分之一。 那很多的人都说,我没有时间, 大概四分之三是没有时间。 那或者说里面有将近, 也将近在英国系统, 大概有二十个 percent, 其实他们说, 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换。 那所以其实, 针对一个 female sexual dysfunction 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 你可以先问她, 你是不是还 sexual activity? 那或者说, Is there any problem? 在这个 sexual activity 里面? 那大概就是, 你会不会痛? 那如果你有这个 complaint, 那当然就要问说, 你会不会有 distress? 如果你有 distress, 当然你就要去处理。 那如果有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要去问她的 sexual physical, 或者是 psychological 的问题, 或者做一些 physical information, 那再看看她的其处理。 有没有一些 medication, medically treatable 的问题? 如果有, 就去开始治疗。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讲到这个 medication, 其实有很多是会影响到 female sexual dysfunction, 其实这个跟男性的 male sexual dysfunction 是一样的。 很多的 medication 都会影响, 由于是影响到她的 desire, arousal, 或者是 oncologist. 那这个部分就包括很多 psychotropic deletion, 或是西域的药物, 或是后面的药物。 那反过来讲, 在治疗上其实就有一个很大部分, 就是一个 testosterone syndrome,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说, 其实很多 testosterone 可以看到, 这么多里面, 其实大概都是 on-level use. 那真正的, 现在都可以用的, 其实就是一个 libridol 跟 libridols. 那 libridol 它基本上, 跟 libridol 基本上, 它就是 testosterone base, 只是一个去加上 barra, 一个去加上 psychoactive medication. 那为什么会可以用 testosterone 来治疗, 这个 female sexual dysfunction, 其实跟这个, 就是说, 我们的 testosterone 去可以刺激我们的 central sexual desire, 所以, 因为大部分的妇女, 其实是来自于 low sexual desire, 所以我今天, 我用 testosterone 去治疗, 是一个合理的。 但是只是说, 这个 EBM 上, 它其实它在一些 clinical efficacy 上, 或者它的 safety 上, 其实是有一些些争议。 那为什么后面又会加上说, 我要用 VAGUA 这一类的东西? 那其实, 这个大家会讲, 其实因为这个 VAGUA, 其实它可以增加女性性工, 性器官的 blood effusion, 那另外还有就是增加, 像比如说, 为什么会增加这个, 用这个 VAGUA 来去, 这样做一个复合的一个, 治疗的一个东西? 那主要是因为, 它可以经由 the hemorrhagic pathway 去增加它的 testosterone effect. 那当然, 我们用男性和母去治疗这个, 这个 female sexual dysfunction 的时候, 其实就要看, 其实它会有一些 communication, 包括一个多毛, the pseudism, 那其实在如果说, 你今天是在变性的, 类似这样的一个, 它为了男性化的时候, 其实大概百分之百, 用过量的这个 testosterone, 当然都会产生这个 pseuditis, 但是如果在这个 physiology 的情况之下, 其实大概超过七个%, 到五个%, 会发生, 甚至于高一点可能三十个%, 但是很多都会发生, 会产生 acne 的产生性存动, 那可以高达大概差不多九到七个%, 那当然, 因为你可能是 local 去用这个 endogen 去治疗的话, 那有可能会产生 skin 的 rash, 大概是有这些 side effect. 那我们讲到说, 这个的治疗, 这个 HSTD 的治疗, 那其实我们过去, HSTD 大概是1994 年开始这个 term, 那一直到2013年, 到2013年以后才开始用另外一个 term 去治疗, 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治疗上,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 ADDI, 就是这个我们讲的 Pink Viagra, 那基本上它在2013年, 最早的时候, 它这个药物其实它是 combine 了 5HT2A 跟 5HT1A, 这两个 receptor的, 一个是 antagonis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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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最早其实是拿来做 anti-depression的药物,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在 Fibular Social 体育上是有改善, 所以它在 2010, 2009 年就开始提出来说, 是不是可以让 FDA 同意通过, 再治疗 Fibular Sexual Dysfunction, 但是一直到了 2015 年的时候, 它 FDA 才同意通过, 这个是一个目前世界上唯一 approved, 可以来治疗 Fibular Sexual Dysfunction 的一个药物, 那当然同样的,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药物正在研发, 包括 RORIX, 这个其实是 combine 5HT2A, 跟 dopaminergic, 5HT2A 的这个药物, 那这是在 Phase 1, 那另外刚刚讲到, Libridos 跟 Libridus, 一个是 combine VAGRA, 一个是 combine Bascaro, 这样的两个药物, 那这个大概在 2016 年, 其实在目前坊间, 在网络上其实是可以买得到, 那托尔街也是通过, 只是目前 FDA 并没有通过这个药物, 那当然还有一个 Phase 2 的 study, 就是用这个 melanocotin, 也就是类似一个 dopaminergic 的一个 agonis 的药物, 那这个是用 on-demand 的治疗, 那刚刚讲到说, 那什么会让我们想到说, 为什么我要增加把它挂? 其实我刚刚讲到说, 因为我们在 PDE 5 的 receptor, 在女性的 ketoris, vagina, 跟 skin grain 都有, 所以他们就去做一个 study, 用 pelkin nerve, edentric stimulation, 可以发现, 刺激之后, 其实它的 vagina, 跟 ketoris 的 blood flow 增加, 所以很自然想说, 那我可以增加它的 blood flow, 增加它的 perfusion, 那是不是在妇女的 female sexual condition, 就可以改善? 事实上很多的 study 都去做, 结果发现, 有一部分是说没有用, 它有一部分是说有用, 所以这个中间存有差异, 但是我们看这个 study 可以发现说, 它在有用的这个部分, 其实可以发现说, 反而是没有 HSDD 的病人, 改善的比较好, 这个代表是什么? 可能就是说, 我今天只是增加 local 的 blood flow 3, 其实对这个 female sexual condition 可能不是那么的有效, 可能还有一个 central effect 还是更重要的, 所以才会出现来说, 我是不是土耳其这家 Emulsion Brain 的这家公司, 去想说, 我是在治疗, 用 testing 治疗的, 之余呢? 我去增加了其他的东西, 所以一个他的想法就很简单, 那我增加 VARGUA, 所以他就设计了一个 0.5mm 加 50mm 的 VARGUA 来去治疗, 那针对就是 low desired 的病人,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用 testosterone base, 但是我加上这个 anti-depression Bascarin 这个药物, 然后来去治疗, 那也是可以增加这个, 比较没有办法引起 arousal 的病人来使用, 那这个药物其实很好玩, 就是说, 他问他这样是怎么, 其实 testosterone 在给他之后, 大概 90 分钟之后, 就在 blood stable 就已经降到 baseline, 所以事实上, 这个药物他给他的时候, 他只会造成 temporary 的 effect, 他不会造成长期的效果, 那再加上后面的这个 delayed release 的 这个 bascarol 的时候, 那就可以造成一个 central event, 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 drug 的产生, 那当然在 400 个病人里面, 持续给他 6 个礼拜之后, 其实他们的 testosterone related 的 side 以外, 其实是非常的少, 其实跟 possible group 是差不多的。 那当然如果我们去看房间, 其实正在国外的, 其实可以发现, 你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找得到来去治疗 fear sexual dysfunction, 包括 xenophane, 或是 postvetra, 或是 health solution peer, 这 health solution peer, 其实就是这个 DHEA 的药物, 我们男生也是会吃这个 DHEA, 那还有 Lariana 这一类的药, 这个就是类似 Varga, 让他局部的 local product production 增加, 那 Idiglide 或是 Vigrito 这一类, 其实这个看来是, 其实我们真正的这个, 反而真正通过的药物, 在整个 market 里面反而是占第五位, 这是 market share 的 priority, 反而是在很后面, 表示说其实在这个领域, 其实还有很多都是属于健康食品在做这一块, 那反而是我们真正的医疗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跟去做一些 education, 那我们讲到这个第一个, 同意的这个 EDI, 它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 Pink Varga, 那基本上它是 100 mg, 那它是在睡前吃, 但是每天要吃,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但是他说吃了八个礼拜, 如果没有效的话, 对这些 low social design, 没有办法改善了, 大家就不要再吃了, 但是 anyway, 不管哪, 这是目前 FDA 通过唯一的, 而且是比较适合的, 那所以它的作用就是说, 当我这性功能不好的时候, 就没有欲望的时候, 它没有会增加, 增加会造成这个 serotonin 分泌的增加, 那增加就会造成这个 GABA 的分泌, 那 GABA 本身是抑制的作用, 所以让 dopamine 减少, Dobamine 减少, 所以它就会做阿文头痛的不小的人,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给它这些药物去的时候, 其实它可以在 5HT 1A 去让它抑制 serotonin 分泌, 或者是在 5HT 2A 的地方, block 它的作用, 所以造成它的 dopamine 会增加, Dobamine 增加, 所以它说它就心理增加, 基本上它发生那样, 所以它可以增加 sexual dysfunction, 可以减少它的 distress, 可以增加 sexual dissatisfaction rate, 那在针对临床上来讲, 就是 premenopause 的病人, 其实我们看它的 sexual effect 也会提高, 它的 function index 也会提高, 但 distress index 也会降低, 那它的这个, 大会有一些 sin effect, 其实在它的 sin effect, 跟这个 placebo 比起来是差不多, 那主要大概在这些实验里面, 大概有 13 个% 会溃的, 溃的是因为它有一些 sin effect, 那 sin effect 比较多, 大概就是一些比较睡不着, 或是 dismiss 的问题, 但是 90% 大概都是 moled and maled 的 AE 那很多亏得的原因是因为 dysmysprinosia, misonia, 这一类的 那有一个特别状态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做 female security 装置的时候, 吃药的时候, 实际上都会花权月下, 或是在吃饱之后, 但是如果你有喝酒之后, 因为它这个代言之后, Cyp 3A4 跟 Cyp 2C 所吃酒, 那所以如果你有吃这个之后, 吃酒之后, 会让它的这个 Eddie 的浓度增加, 会造成心口, 或是你有吃一些抗美医療物的时候, 那也会造成它的浓度增加, 才能心口, 或是因为他 tip value 的时候, 比较不好的时候, 也会这样,所以要注意。 至于 postmanal post, 效果是一样的。 那所以基本上, 因为你跟 safety 来讲, 基本上就是, 它可以增加这个 social event, 那可以减少它, 增加它的 social desire 的 score, 但是它有一些 risk, 就是它会有些discipline, dismiss, 或者 solmary, 然后 nausea, 或者 fatigue,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 最后两张是在的。 那基本上, 其实, 你也很不知道怎么问, 其实我觉得这个比刚刚那个 algorithm 还好用。 因为第一个, 你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这个, 你对你的性功能的 activity, 有没有 satisfy? 如果没有 satisfy, 那这个时候, 你就问他说, 你这个大概多久? 然后再来, 你就会去做一些 differentiation, 是你没有 interest, 还是你的 genital没有 sensation, 或是你的 vagina lubrication 不好, 或是说, 你是不是没有怕 ultrasound, 还是会 pain,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让你去做一些 differentiation, 让你去做一个正确的。 因为, 这个female surgery done, 在正确的诊断是很重要的。 那最后一张是说, 现在目前, 其实目前来讲, female surgery done, 最重要就是homothelabin, 但是有些人, 他可能没有怕去做 systemic homothelabin 补充, 所以这个时候, 可能就会给他一些 local estrogen, 那这个是 FDA 在2013年, 唯一通过, 针对一些有些病人, 他会有 disparunia 的病人, 那这个时候可以给他一些 local estrogen, 那这个时候可以帮助, 那或者有些病人, 他可以去做一些 tetrosolabin 的补充, 那如果说, 你不是这些 homo 的补充的, 你也可以用一些 DHEI 去做 topical 的补充, 那再来就是一些 psychoactive drugs, 就是刚刚讲的那些 posparallum 等等的, 这些增加一些 central effects, 或者说你可以用 daily 的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adding, 又是 fibrosurin, 它本身是 combine 5HT1A agonias 跟 5HT2A 的 antagonist, 但是这样子终究不是很好, 那现在发展, 等待发展出来是 on-demand 的一个, 这个 pre-melanothal type, 这个是一个 melanothal coating的一个 analon, 那如果这个研发出来好, 那大概将来就会类似我们的把法, 可以 on-demand 的来去实施这个药物, 那当然另外还有一种, 那当然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 on-demand 的 libidos 跟 libido, 那基本上它就是 combine testosal, 再加上 ragwa, 或是 testosal, 加上 secoactive, 的 region, 我想今天大概就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 那前一阵子, 这个大约是台湾越量阶段的时候, 需要加上同女朋友, 再续这个 fibrosurin, 这个 seco-frontal, 我们都会圆满, 谢谢各位。 台大医院名料部, 台湾封城名料学会, 关心你。